好的,刚刚为我们的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原地分身的动作 现在呢,我们交一个前进分身 动作其实都差不多了,上下的转动 交两个其实都差不多了 但是呢,只有我们的脚下做一个改变 OK,马来是站姿,是一模一样的 右脚就是右脚的脚心 然后呢,身体做一个向右边转动的动作 然后在前进分身的时候呢,大家要记住 有一个转度,前进分身不是在一台之一 这是没有转度的,这是不可以的 我们前进分身一定会转度45度 每一次转的都是一个45度 OK,比如说我们现在对着这边 前进分身其实我们就要对着斜角,斜墙 OK,这个一定要一起做 这个当然是一个,为什么要让我们做 因为我们男生不这样去做的话 就带不到女生 如果我们男生真的只会转动不容易 女生就会很小,就没有一个 女生的左脚就会有一个转动 包过来,女生就会变成皮的,然后就差 而且就缺少一个视觉效果 好,来 好,接下来现在讲解动作 我们站住 还是一样,左边身体向左边 转过去 然后呢,后面男生动作 现在先左脚向前一步 然后呢,直接踩到身体 然后我们现在做一个转动身体的动作 还是跟原地分身这样 如果原地分身只要转一步 我们先前地分身多转 然后转到斜肃肚脚 将身体关怀 然后注意我们的右脚 好,我们现在右脚在后面 做身体的同时,关怀的同时 我们右脚向斜后方 好,不要向旁 向旁号就没转过 所以我们向斜后方打开 注意我们右脚的脚型 还是要这样的关怀 OK,这样不要 大家看到很丑 不好看 所以呢,我一定是右脚弯过来 左边脚去转动 左边身体去关注 OK,这样就结束了 其实很简单 大家看一看 五 六 七 八 很简单 只是一个转动身体 然后我们右脚去支撑 就好 好,那我讲到女生了 女生是一条 第一或同样的身体 让我们出去前呢 就是保持一个反身的心态 那会出了吗 所以呢,这也是在安慰环的 为什么我们男生 会有一点点实体的转动呢 因为我们的右脚收回来的时候 不是这样成的 值得的 就是你们的转移 因为我们的右脚收回来的时候 所以要做一个M 看到了我的脚 从我的大腿开始 再踢到我的脚尖 转动 所以呢,会参考到肠 如果我做了一个这个转动 就是这样的话,会很臭 所以呢,我的身体会自然而然 加上一点点转动 OK,继续我们的一些要点 好,我们现在讲解的双人的 分身还有分身的前进行动 首先我们方开始在安慰 还是一样 不变 好,男生向左边转动 男生也是一样 然后呢,对于分身的动作 可以看到 男生是会左边关过去 左边关过去 左边关过去 自然而然男生是会收到信号 就会打开 所以他也是同样的 左边关过来 然后呢,可以看一下 五 六 七 八 我们的身体位置 好,我们现在讲华尔兹 我们跳 Tangle 华尔兹 Tangle 所以我们的身体位置 是一模这样的 只不过呢,Tangle的时候 就在一个低位 然后呢,我们的脚尖不一样 华尔兹呢,是在高位 脚尖不一样 所以身体我们都可以模样 男人的身体互相关注 然后呢,跨尖有八字尾 OK 跨尖有八字尾 可以看到我们的身体 关注 然后呢,脚 互相下 OK 这里要不晓得一下 我们在这里 分身之后 可以看到 女生 这只脚在最外面 男生 这只脚在之间 OK 女生这只脚 包住男生的右脚 所以呢,这里 男生在最外面 左边 可以看到我们四条腿 是分开的 1 2 3 4 对,有四个位置 千万能不能 紧在一起 这样呢,你们也跳不了 跟 紧入 而我们一定要很明确的 5、6、7、8、1、4 很明确的脚位置 所以呢,在这个 在这个 分身的时候 转过了 女生的螺旋 因为女生 站的时候 就站的是 男生的外面 所以呢,我们 准备 5、6、1、2 我们这个脚 在外面的脚 包住男生的外脚 我们这样去 5、1、2、7 太死了 肺肉的左腿 是包在他前面 然后 我们恰恰的 嗯,注意 不要只能力这样打开 没有 这样我们两个人的 身体 也许空间 又没有特别的空间 然后就 没有办法去 后面的空间 然后呢,包在外面 会怎样呢 就会形成一个 身 包住的 5、6、7、8 and slo 女生现在呢 就是从 跨头开始 是在 包在我从 这个位置 好吧,就跟 她儿子是一样的 然后呢 身 一点点 感觉包住 男生的腔 不能都整个 这样包干 对 车里包住 身体呢 还是对着男生的 左边身体 也是连起来 对 所以男生现在是一个 保持很刺身 女生呢 感觉是有一点点 下 男生 女生 会有一点点 这样的 看到吗 男生是很刺身 女生会有一点 左边包住 好 OK 再来一遍 所以呢 左边脚 很重要 一定要 刷住男生 好 我们现在 人体分身 and slow 好 前进进风步呢 大家可以这样随便 我们将手 打开 好 这样平去 打开 然后呢 up 次身 如果这个时候 有个人变了 变了在嘴边 看见了吗 而我们一定要将手 撑开 保持这样 三 还是这样 如果变了 这个时候呢 也要保证 我们两个的跨度 高度是一致的 不可以 在走第一步的时候 让他很低 第二步有点变了 撑起来 叫了 后来 身体会继续变化 所以在第二步的时候 特别的中央腿 女生的腿啊 注意不要急 不要去抢 男生 跟在男生的右肩后面 男生的腿走了 男生的腿走了 女生就跟在后面 看到没有 就是跟在后面 不要去抢 不要去超过 你身体呢 甚至可以做一个 这个 手 然后可以看到 他的腿 揹 揹 揹 一点点 但是要注意自己 所以感觉是像这样 加油 有一个手 这样揹 跟着你 想起 OK 所以呢 这边都是有一个先后顺序 Tango 一定要去抢 你们当感觉下肩很变的时候 就 啊在下肩 痕起啊 膝盖 这就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Tango 虽然是松下 虽然呢 我们Tango呢 是松松下 蹲在一起 但是我们都会有一个角度位子 比如我们身 一二三四 然后呢 移动 十楼 一 这个 是没有 就是这个是先后后腿 然后呢 走的时候 二 三 看到吗 都有一个先后顺序 千万回到顺序 一 二 就两个顺序 OK 这样就会出现 就是 痕起的 动作 所以呢 这样都是错误的 一定要记住 就不管怎么样 都是会有 至少三个坦位 啊 Tango 至少要有三个坦位 我